武陵是武风昌盛 自然少补了一堆古董刀剑 铠甲护具 在古代 琴棋书画 古董刀剑都是可以孕育出零 化为宠兽的 至于现在 可能也只有从古保存下来的遗迹 类似英灵遗迹那种地方 才有可能找到类似的灵体了 武陵是或许没有卖古董刀剑类宠兽的 但是一些未孕育出零 却历史悠久的断刀断剑 残破的铠甲之类的 或者是曾经有过零的古董 这里倒是有不少 除了这些 还有一些防制古代兵器装备的现代装备 类似时雨的冰龙之刃 这些装备在这里意外畅销 毕竟在武陵市 预售师没几件装备加深 根本不好意思出门跟人打架 时雨为了不打扰鹿学姐和兽尔娘学姐的快乐逛街时光 选择了独自逛街 直接就按着导航 来到了武陵市人气火爆的古董街 小哥 小哥 时雨刚进入街道 直接被一个摆地摊的大叔喊住 看看我的罐子布 没有一个空的 时雨 上次这么说的好像是一个猫头鹰 时雨看了过去 只见这个穿着褐色大衣的大叔正笑呵呵指着地摊上摆放着的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罐子 大的有水缸大小 小的有一拉罐大小 一万一抽 必出古董 九万八十连抽 并额外赠送一个罐子 九万 八十连抽 时雨问 九万八 十连抽 时雨道 你看我傻吗 大叔道 嗨 看您这话 您不是本地人吧 您跟其他摊位打听打听我们的罐子 曾经就有一个客人 从我们罐子里开出过一个古董棋盘 本来他就是想当个收藏品 您猜怎么着了 这个棋盘里竟然沉睡着一个棋魂 要知道 这些古董在现代已经不能孕育出零了 所以那可是古灵 买家雪赚的啊 这些古灵如果处于沉睡阶段 这些古董就跟普通物件一样 所以谁又能保证一万块买回去的不是一只霸主种族古灵呢 大叔拍腿 十分激动 奇魂 时雨道 真的吗 真的啊 大叔道 在奇魂的教导下 那个人现在都成武林式吴子棋第一高手了 人人皆知 他就是开罐子开出的奇魂 时雨 打扰了 时雨转头就走 虽然一万块不算啥 但是他才不会闲得但疼买古董罐子 最主要的是 隔着罐子 他根本没法靠特殊冥想法判断古董的年代 这骗子很阴险啊 兽尔娘学姐成不我妻 这古董街果然没有好人 接下来 时雨慢慢悠悠在古董街逛了起来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店 全是地摊或者小店 看起来十分不靠谱 但话这么说也太绝对 时雨眼前数据跳跃间 也在某家店铺里发现了一条趴着的大黑狗是统领级宠兽 店主看起来是个面善的老头 一个能养得起统领级宠兽的预售师 应该不太可能是骗子吧 时雨进店 片刻后 时雨出店 骗子 时雨进店逛了一圈 直接出来了 好了 他明白对方为什么能养得起统领级宠兽了 黑啊 心是真的黑 他站在原地闭幕冥想一圈 竟然没发现一件东西历史是超过一百年的 但是下方的年份 却懂得都懂 原来狗是用来驱赶董行的人的 索然无味 只是逛了十多分钟 还没走到街道的十分之一长度 时雨忽然就误了 他果然没有传说中的主角光环 没法逛个地摊都能逛到宝贝 早知道跟着陆学姐他们去香水店了 就算自己不买香水 卖店家几瓶也行啊 时雨继续索然无味的逛着 82年的冰糖葫芦 套圈啦 十块钱一个圈 古董套回家 年份敬猜 猜中就送 兄弟你看我见吗 女帝王朝的见 来看我的配啊 据说是空地制造的传送玉佩 可以瞬间传送到明华古国 就是激活方式未知 时雨越听越离谱 竟然还看见了地球也很常见的片树 他站在了一堆人群外 看向了坐在凳子上 摆着个破摊 依附古旧的少年 少年也就十五六岁的样子 表情坚毅 看上去挺好一孩子 但是配上旁边的木板写的字 只能引来路人的摇头 母亲重病 出售传家之宝 源于图腾时代 作用未知 价格五百万 时雨 我信你个鬼哟 出生在那个老人都不敢服的年代 自身又是孤儿 成长经历也不算顺畅 时雨自然很难生出爱心 一看这个就感觉像骗子 不过 他的目光还是下意识看向了对方摆出的东西 是一块石镜 时雨下意识进入了冥想状态 或许是有聆听天赋的缘故 时雨使用起来学校教的这套判断古董年份的冥想法异常熟练 此时 进入冥想状态的时雨 亦是观察起这块石镜 这一观察 时雨直接愣住 因为这块石镜上 真的存在着密密麻麻的时光痕迹 时雨没时间去仔细判断 但是只是粗略的一看 这块石镜也绝对有着六七千年的历史 的确是图腾时代的古物 这是真的啊 时雨睁开眼睛 开口道 时雨旁边 一个穿着黑色大衣的中年男子叼着烟 瞥了一眼时雨 道 真的又咋了 一个作用未知的古董 哪个败家子会花几百万去买 时雨 是哦 关键不在于这件古董的年份是不是真的 而是在于它的价格 价格要是几十块 恐怕早就被买走了 但是五百万 都能买一只资质不错的同龄种族宠兽了 时雨摇了摇头 刚想离开 然而 就在这时 一变突生 她的大脑 猛然轰鸣 变 给我变 时雨 时雨仿佛听到了孩童的稚嫩声音 不是耳朵听到的 而是心灵听到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声音 让时雨心中一机灵 她猛然看向了那块石镜 聆听历史之音又生效了 这块石镜 不仅历史悠久 还孕育出了历史之灵 是个宝物 不会吧 不会真有主角光环吧 时雨直接转身注视向那块石镜 这时候 时雨的视角不断拉近 目光仿佛坠入石镜的世界 历史的画面模糊地出现 时雨的视角中 她看到了一个年龄可能不超过十岁 有着羊角变的孩子 她拿着石镜 对准了路边的石头 树木就是一顿乱照 石镜的照射下 令人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但凡是镜子照射的东西 纷纷变化 石头进化为了元素生命体 化为了一个有着拳头漂浮在空中的拳石 树木睁开了眼睛 获得了双脚 成为了树精树魔 画面极其匪夷所思 看到这一幕 石雨心中卧槽一声 随后 画面戛然而止 石雨的视角重新被拉回现实 此时 石雨微微一惊 目光严肃地看着这块石镜 等 等下 这块石镜 这块石镜 能让普通物体 普通生命进化觉醒为超凡生命 类似觉醒天赋的能力 觉醒天赋 一个很变态的玉兽天赋 可以让路边普通的石头 湖泊 山川进化为超凡生命体 进化成生命 这个天赋虽然没有强横的战斗力 但是却可以批量制造宠兽 从石帝王朝到现代 每个时代的掌权者 都会将这个天赋的玉兽失丰观加绝 原因无他 因为随着他们对玉兽天赋的开发 可以稳定地产出高质量的优质宠兽 虽然霸主种族可能很难 但君王种族付出一定代价还是可以做到的 未开发过的觉醒天赋 可能只能把一块石头觉醒成低等超凡种族的权食 但经过开发的觉醒天赋 甚至可以将山峰觉醒成君王种族的山岩巨人 他们是宠兽的创造者 只要觉醒对象符合资质 他们就可以加速对方进化为超凡生命的进程 并提升他们的潜力 这个天赋 开始崛起的阶段 是现代 神风国一位玉兽师利用觉醒天赋开辟了机械生命时代 东皇谷国一位玉兽师紧随其后 机械系这个概念 迅速普及全世界 上一次图腾战争 机械系在战争中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据石宇所知 帝都大学的高宣 似乎就是觉醒天赋 他的机械宠兽 就是自己靠着觉醒天赋外加第四局大佬们的帮忙按自己想法创造的 而眼下 石宇揉了揉眼睛 他看到了什么 这是一块 有着觉醒天赋功效的物品 此时 又已经换了一批人围在这个摊位 不过这些人看了一眼标价 直接摇了摇头离开 摊位后面 坐在木凳上的少年捏着裤子 腿已经做麻 不过还是直直地盯着使劲 他不相信家里世世代代传下来的宝物只是个普通的物品 只要等待 一定会有识货的人出现 你 就在少年内心乱糟糟一片的时候 一道黑影出现在了他的视线内 他抬起头一看 入眼是一个身材高大 穿着暗红色的风衣和斗篷 比他大不了几岁的青年 你叫什么 石宇问 安长 他面对石宇的询问 直接开口道 木板上写的 是真的吗 安长重重点头 这个石镜 我买了 石宇直接开口 说出重点 眼下 石宇也很紧张 虽然知道了这个石镜过去是个宝物 但是现在是什么情况 还说不准 如果不是没有找对使用方法 而是失去了功能 那石宇就血亏了 不过反之 如果他找到了使用方法 那就血赚 你还记得 我一个别人 我来看 你还记得 我来看